关于印度在我们印象中是IT大国,也是外包大国。此前来自一份机构的资料显示,据来自印度前100所大学的应聘者中,超过三分之二的求职者,可以编写编译成试码。从这个数字就足以看出,印度IT服务业人才非常广泛。 也正因为如此美国人一直将工作外包给印度,尤其是在西谷看到很多印度裔的人就任高管。 再回到正题,最近在行业内比较热门的事件,那就是波音737MAX坠毁。这也导致全球很过各国家或地区暂停了该型号的飞行任务。 另外业界认为本次失事的波音737MAX型飞机,极有可能存在飞控软体问题。 而根据此次事件的影响,波音公司将面临巨额索赔和罚款,保守估计为50亿美元。 不过近日美国媒体爆出一件有趣的事情,波音737MAX8型飞机的飞控软体,是由一家印度公司编写。 该公司是印度斯坦科技有限公司,简称印度HCL。 它是印度一家全球性IT服务公司,印度上市公司前20强。 而这家公司,不仅参与了波音737MAX8型飞机的软体研发,还参与了波音787客机软体研发。 此前,在2012年和2013年,发生七起787电系故障。 这还导致了美国拒绝为HCL公司研发的软体通过认证。 现在美国又爆料印度HCL,参与了波音737MAX8型飞机的飞控软体编写。 不仅如此,波音从具体元件生产到最关键的整机飞机控制软体,这家印度公司都得到了很重要的合同。 这次事故据说是飞控系统强制粗暴地干预了飞行员的操作,最终导致了客机的坠毁。 对于印度IT业来说,是个莫大的讽刺。 来看看一些使用者怎么评价印度IT技术的。 有网友称,印度技术弹牛只是极少数。 大部分印度人士的城市码质量非常差,乱七八糟的变数名和方法乱堆。 注释都懒得写。 网友,美国九十年代以后战斗机不少飞控指令,都是印度写的,导致硬体很先进。 但软体各种Bug的飞机存在网友。 这次事故,印度人肯定按照按照Windows 10的解决思路。 那就是为了解决飞机头驻地的旧Bug。 三哥决定设计一个尾巴驻地的CBug来代替它。 网友,印度人的编程说我是见过的。 活生生把面向物件写成面向过程。 到处都是copy-based,笔者不想在这里黑印度。 只是顺便看看了网友们的评价。 根据一份报告显示,印度IP专业毕业生质量,堪优惠写成试者不足5%。 这或许在印证曾经辉煌的印度IP产业,正在走下坡路。 虽然目前此次事故原因,还没有正式亮相。 但根据现在的猜测,或许八九不离时。